给大家分享一个文章 就是夏小强 他的一家之言 他认为 特朗普竞选连任 在即 最近美国的秩序比较混乱 一方面是疫情 一方面是骚乱 他大胆预测 他是基于三个基本的问题 第一是骚乱 背后的势力是谁 第二 疫情数据的另一面 第三 影响大选的三个群体 Black Lives Matter BLM是黑人的种族主义组织 Antifa A-N-T-I-F-A 是白人的无政府主义激进组织 这两个组织 横行美国各地和欧洲大洋洲 始终违背严厉的打击 说明其背后有强大的势力自称 这一次的乔治弗洛伊德案件 本来走司法程序处理即可 思维游行也是例行正常的活动 但是在黑人种族主义和白人无政府主义 激进组织的美国 几十个城市同时发生了打杂抢活动 暴力如此长绝 长期无法平息 实在是令人匪备所思 已经暴露出来的信息让人震惊 我们现在来梳理一下 骚乱背后 警方在骚乱现场 截获运输暴徒的大巴 大巴里装满了球棒 砖头 斧子等凶器 由暴徒被认出 幕后指使者付200枚刀 奥利瓦黑尔从底特律 就是那个没落那个汽车城 大巴到吉阿Rapids 墙头张贴着革命青年的招募广告 所思的开放社会基金遍布全球 白左们大喊着BLM 黑人命贵 别人的前见 他们自以为的是爱心 却把黑人群体永远固化为幼稚态 在BLM理论的保护下 黑人青年习惯性的卷入 打砸抢 白天抗议 晚上抢劫 顺手打砸 破坏发泄情绪 抢了砸了 还不过瘾 再来一把火 展现他们的爱 骚乱搞这么大 许多重要的人物牵涉其中 像那个 有很多重要人物都会出现 骚头的源 骚乱的源头 明尼苏达 那个波利斯 议员提议撤销警察局 称警方的工作 硬是同情的 非暴力的 明尼阿波利斯的晚上 是一片混乱的 明尼苏达州的总检察长 支持安提法 支持打砸抢的人 他本身就主持了 案件的调查 纽纽约市长白思豪 纽纽约是不敢去的 拜登的多名手下去保释 被捕的骚乱者组织 这发给骚乱者的法律援助卡片 这有图有真相 这种事怎么能少了前总统奥巴马 看到这些这么多年轻人情绪高涨 让我充满希望 2013年与华盛顿的 艾提法头目 愉快的合影 2013年就与白人基金组织 有联系 奥巴马的女儿 玛丽亚 接过了革命的旗帜 参与巴尔蒂摩 艾提法高层的会议 然后是被拍到了照片 巴尔蒂摩在美国 以贫穷腐败出名的佩洛西他爹 在此当过12年的司长 到了巴尔蒂摩的黑人区 就感觉像是到了奥巴马的母国索马里 面对汹涌而来的抗议人群 华盛顿司长穆里尔 暴泽非常的活跃 他怕外洲来资源的国民警卫队赶走 并要求联邦执法人员和军队撤出该地区 把道路刷上BLM革命标语 环要取消宵禁 白宫对人民开放 他是把白宫那个道路上 通往白宫的道路上直接刷上那个标语了 鼓动人们搞出此上最大抗议 华盛顿特区的晚上是这样的 有网友把18个最乱的城市列出清单 不要惊讶 这些城市全都是旅党的地盘 旅党就像党和旅党 像党是指共和党 旅党是指民主党 明尼阿伯利斯 纽约洛杉矶费城西亚图亚特兰大 事实上 绝大多数的黑人不会参加打砸抢 受坏者的家人也多次发声 坚决反对暴力行为 绝大多数的白人也没有种族歧视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任何群体都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邪恶的人 就需要法治的强制 执法严格的地区有抗议 但是暴力活动就少 而纵容甚至鼓励犯罪的地区 抗议就容易变成暴力活动 美国特色在于自治和分权 日常的治安全属于州权 各地的治安问题 副首要责任的是州长和市长 但为什么兰州的旅党要这么搞呢 如果你还不能得出结论 那么夏小强这个作者就直接说了 旅党的期望就是一个字乱 没有乱要制造乱 有小乱要搞成大乱 总之越乱越好 就像之前文章中 那个黑人小哥说的 这次骚乱的本质 就是在旅党的地方 旅党的领导者和幕后的金主 纵容组织 子控 策划了对本地的打砸墙 黑人们被利用 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 你会发现 从1967年底特律 1968年芝加哥 1991年的洛杉矶 2014年的福格森 2015年的巴尔迪摩 历次骚乱重灾区 都长期在旅党管理下 这次美国大骚乱 有以下三个特点 骚乱集中发生在旅党的管理区域 第二旅党政客深度的卷入 把正常的和平思维搞成了骚乱 第三旅党政客直接煽动 让骚乱更严重更持久 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制造仇恨 种族仇恨 川普仇恨 和警民的仇恨 从表面看 表面上看 在媒体娱乐圈和知识界的推破助澜下 旅党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不过前段时间水深火热的疫情 怎么突然就被遗忘了呢 疫情被遗忘了 实际上现在的数据还是非常的厉害 根据美国的自治和制衡规则 和治安权一样 防疫权也属于州权 也就是州长和市长要对本地的疫情负责 美国的数据特别有意思 如果看纽约时报 他们排出了十万个名字 简单部震撼部 真的是传播学的高手啊 一般的人的直觉反应是 死了这么多人 简直是一片混乱 但是不分析 数据不分析 价值等于零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更多 来一个死亡数的对比 天哪 这么严重的疫情 一至四月美国死亡总人数 这么多 而2018年同期的死亡数 更多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新冠疫病毒让美国人 厌年益寿了吗 再来一组病毒的各州死亡数据 十个蓝州 一亿人 死亡了 34,626 十个红州一亿人 死了2,626 难道这病毒是定向攻击蓝州吗 过了一个月 亦有网友统计 四个蓝州 5,100万人 死了43,679人 四个红州 7,200万人 死了6,987人 最离谱的当然是纽约州了 截止6月6日 各州死亡对比 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的 都是蓝州 纽约州死亡率更是引领全美 同样的新冠病毒 在红州蓝州导致的死亡 差异如此之大 纽约时报 怎么自顾煽情 不声外一下原因呢 举几个曝光的事情 纽约州强制养老院 接收感染的新冠病人 造成养老院 高龄人士大量死亡 纽约州把感染的新冠病人 送到医疗船 那里本市计划收容 医院的普通病人 给新冠病人腾出床位 华盛顿州承认 把枪机死亡的感染者 也纳入了新冠死亡的数据 有人说加州也是深蓝州 这次不是做得挺好吗 大瓜来了 加州Riversite郡的警长爆出 加州州长Newson 每天从墨西哥用直升机 运进二十个新冠病人 把他们送到不同的医院 拦得举离了 相信后面会有越来越多的七条事情被曝光 蓝州努力把疫情搞大 这是干嘛 回头看 疫情有三个特点 同一个病毒 蓝州的死亡率远高于红州 旅党正在努力把疫情做大做强 让疫情继续 旅党在疫情初期反对封闭 在疫情受控后又坚持封闭 反对开工 对比一下 蛮搞笑的 前几天 蓝州想办法扩大疫情 找各种借口 不开工 弗洛伊德案子一来 所有的防疫隔离措施 一下都不管了 权力鼓励上街和骚乱 旅党为何如此不择手段呢 因为老川实在是太生猛了 三股的力量 不同的观念组成不同的社会 从左到右 使思想认知的深化过程 通常是个单行道 也就是说 美国传统的保守右翼 其观念相对稳定 对川普的姿势也做稳定的 那么决定2020年大选结果的是中间的摇摆群体 但现在旅党很惨 因为他们的基本盘出了问题 资质旅党的主要有三股力量 黑人 女性 年轻人 驻拉丁裔亚裔主要在深蓝州 选举人票 相对固定 先说黑人 川普和黑人群体的关系一致不错 他曾经有个黑人女朋友是个混血 记者采访他 对川普的评价很好 说一句 川普的审美很好 看到VG主编说奥巴马 你觉得川普是种族主义分子 或是白人至上 问号和左媒宣传的正好相反 黑人的精英是普遍挺川的 旅党现在压力巨大 因为旅党一直以黑人利益代言人自居 把GOP 描述为种族主义 黑人群体也一贯是旅党的铁票丧 票丧到什么程度 投票率 奥巴马时代 黑人对旅党的支持率达到了惊人的98% 就算到了2012年依然的保持90%以上的超高支持率 但特朗普上任后推动修边界墙 整治非法移民减税砍法令 这些公共政策的调整 使得就业机会大大增加 最受益的其实就是黑人 包括拉丁裔群体 因为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 对于教育程度低的黑人 是最直接的冲击 特朗普当政四年 黑人的失业率达到了历史的新低 平均收入有相当的上升 2019年底曾有调查 黑人群体对特朗普共和党的支持率 达到了数年来的顶峰 38% 众所周知 决定总统大选的并不是红州和蓝州 而是几个摇摆州 黑人的命并不重要 但黑人的选票对旅党很重要 如果得不到黑人85%以上的选票 旅党就肯定完蛋了 再说女性 女性通常说偏感性 这对于理解公共政治不是优势 女权营党 me too作为川普的坚定反对者 本来是站在旅党一边的 但是近期发生的事情 直接给女权组织啪啪的打脸 就是因为拜登出现了几起 所以现在女权组织也是非常的尴尬 说年轻人吧 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 各种费用是父母和他人 公共教育的费用来自纳税人 子夫还不知道挣钱的辛苦 不当家不止油盐财迷贵 容易被拯救地球 消灭贫穷 人类进步的美好旗号所吸引 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一切 就是都免费 免费吃喝 免费上学 免费医疗 所以是 在旅党方面 最掉年轻人胃口的不是拜登 是桑德斯和AOC 桑德斯属于民主党中的极左派 2016年初选中 桑德斯获得23%的支持率 超过了希拉里 在其法律顾问和旅党数据总监 遭遇意外的死亡后 桑德斯退选了 今年桑德斯4月就退了 看起来旅党的高层 实在受不了他对选民的分流 接桑德斯的AOC 核心诉求就是加税 免费的住房 免费的教育 免费的律师资源 钱从哪里来 当然是从油残者口袋里掏 全世界打土豪分田地 都是一个套路 但是桑德斯的支持者 并不会买拜登的账 因为拜登作为建制派的白人 不符合他们心中正义者的形象 所以他们大都会弃票 而突发的疫情 年轻人更不会买拜登的账 旅党一直要求他们待在家里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煎熬 疫情中两位候选人 有鲜明的对比 特朗普成天不戴口罩 跑来跑去 一会儿推广病毒检测仪 一会儿跑到福特公司 看呼吸机的生产 一会儿跑到XSpace公司 听马斯克讲话 一会儿亲自四咬 鲁溃忙得不亦乐乎 而拜登在家里躲了两个月 才戴个黑口罩 出来冒个泡 经常打瞌睡的拜登 经常不知道所云的拜登 能够对年轻人起 吸引力吗 不是青春期就该成为混乱 主要是父母没有给遇 正确的价值引导 生活中有很多优秀的例子 孩子们从小就知道 有付出才有收获 不会心安领德的享受 父母和他人创造的财富 比如伊万卡 随着学校 巴别塔教育的结束 年轻人走上了社会 开始自己挣钱 养活自己 大多数人就会对社会 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综述 一个疑点重重的嫌犯死亡案 引发出社会的滔天巨浪 旅党各州 本来以疫情严重为由 限制外出复工 但突然忘记已经转身权力的支持 街头聚集抗议活动 难道一个嫌犯的命案 远远高于死于疫情的十万美国人吗 最搞笑的是一些义务人员 前面刚强调防疫隔离 后面又支持上街抗疫 这是什么样的脑回路 闹腾这么久 当次警察已经被起诉重罪 达档也被免职起诉 受害的弗洛伊德从一个惯犯 摇身一变成为黑人英雄 其家庭得到了千万举额赔偿 请问他有什么英雄事迹 打砸抢的暴徒成为媒体大肆同情的对象 而在骚乱中因公殉职的六个警察 却没有人关注 黑人嫌犯的命是命 黑人警察的命怎么就不是命了 圣卢伊斯是77岁的黑人退休警官大卫多恩 在质子暴徒抢劫过程中 被暴徒开枪打死 这位建议为老者 他能获得多少赔偿呢 黑人嫌犯的命是命 黑人老者的命怎么就不是命了 觉醒的黑人打出了这样的标语 白人的沉默等于黑人的死亡 这位黑人说的很直白 我们有自己的问题 但白左却用原谅同情甚至自责 来让我们一直蠢下去 所以BLM运动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黑人的利益 而是白左政客打着保护黑人的旗号 剥夺黑人群体自立自强的机会 永远处于被照顾被操纵的巨婴 巨婴的态 政治正确的结果就是 人们智力的退化 纳粹复活了 以思义反纳粹的名义 种族主义泛滥了 思义反种族主义的名义 从疫情到骚乱 我们不难得出判断 其实这是夏小强他得出结论 驴党就是病毒 驴党制造了骚乱 正常人已经受够了 人们渴望恢复秩序 任何社会秩序是第一需要 一个人抢劫是违法 一万个人抢劫也是违法 面对驴党的嚣张气焰 向党如何反应呢 在混乱中看到了反常的一幕 更多的共和党政客出场 纽约时报称 小布什不支持川普连任 现任的参与员罗姆尼 公开不支持川普 原共和党的党边迈肯恩的遗孀称 支持拜登 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上周日宣布 他将投票给拜登 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提斯说 特朗普不合格 号召军人不停指挥 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迈克马伦炮轰白宫 滥用武力 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丁邓普希批评白宫 惊讶吗 一点不惊讶 压力的焦点 焦点转移到了白宫 正如特朗普所说 华盛顿已经形成了deep state 公共政治成为两党建制派的分赃游戏 2016年的特朗普横空出世 反映了民意对原有政客的严重不满 一个老谋深算 顽强坚韧 软硬不吃的特朗普 对于deep state压力巨大 再搞下去 很多烂事要曝光 很多烂人要进监狱 虽然和旅党不是一个阵营 但共和党建制派为了把特朗普先翻 暂时与对手合作 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出现了上面离奇的一幕 严格的说 共和党多位政要与重要的军方人物 集体站台 批评川普的施政能力 欠台词就是号召军方不停 民选的总司令指挥 这次赤裸裸的干政夺权行为 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指出了问题 并司徒在order和law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而deep state各方的共同目标就是消灭指出问题的人 边境的大捧车运动对毒贩和ISIS敞开大门 通俄门三年多构陷调查无济而终 通俄门揭露了拜登佩仪的一屁股屎 班加西事件 希拉里的永远污点 带查 邮件门堵制和司法腐败的典型案例 带查 奥巴巴门运用情报机构监控竞选对手 带查 奥巴巴门陷害国家顾问弗林将军 带查 在奥巴马时代 FBI CIA DOG都成为不择手段 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 这个夏小强认为 这个一点不奇怪 因为他看到了本质 透过了现象看到了本质 从旁观的角度看到 看到了两个美国 一个是红州向党治下的美国 一个是蓝州旅党治下的美国 对比之下 红州的疫情比蓝州轻很多 红州的秩序比蓝州好很多 红州代表的是传统宗教保守平静 渐进持枪的美国 蓝州代表的是现代物化激进 混乱烂爱软弱的法国 BLM运动再发展下去 美国将成为南非 安提法运动再发展下去 美国将成为法国 离2020年大选还有几个月 从真实的民意来看 特朗普连任毫无问题 但树欲净而风不止 一切 乌托邦势力将会走到前台 全球暗流涌动 注定四场精彩的大戏 这出戏的结果 将会对未来50年的世界进程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谢谢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大家 谢谢收看 再见 拜拜 拜拜